Hello,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 我是一名心理学家 也是深知你心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要聊的直播是 如何善用吸引力法则 然后如何去看见 在吸引力法则里面 可能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东西 但是用过的人 有些人说不错 好像有点作用 但是更多的人是说 好像作用并不大 或者是觉得它是一个胃科学 纯粹是一种心灵鸡汤 但其实呢 如果我们更加的深入 去了解它的法则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人们的误解在里面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去讲述 到底吸引力法则 它是有什么样子的 一些心理学原理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子 去突破它的卡点 善用它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 那同样的 进来的同学也欢迎你们 新朋友欢迎你们 老朋友欢迎你们 然后也邀请你们 可以把今天的内容转发出去 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善用吸引力法则 那我想先说一下 吸引力法则 在目前很多人会觉得 它讲的可能就是心想事成吧 如果我一直想的好事 一直想一直想 然后它可能就会天上掉馅饼 这样子 一直想一直想 中彩票中彩票 然后最后我就可能会中 或者一直想 我要找一个好伴侣好伴侣 然后最后我就会找到 然后后来发现 好像也想了很久 也讲了很久 并没有中乐透啊 也没有找到好的伴侣啊 所以没想 那我想这个是太过简单的去 描述心理法则了 虽然有非常多的人 认为它是一个未科学 其实你听这个名词 真的还蛮未科学的 但是如果你去了解它的内容的话 我会觉得其实挺有道理的 也挺有逻辑的 那它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说的就是 我们只要我们有一个 很正确的目标 然后我们朝着目标前进 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很正面的态度 然后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获得很多成功的机会 然后最后帮助我们可以达标 我再说一次 只要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我们可以用正面的态度 然后努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正面信念 我们可能就会帮助我们 获得很多成功的机会 最后努力的达标 你是不是听完以后觉得 对啊 这很正常 为什么是未科学 至少我听起来不会觉得 那所以其实它在这个 心理法则在心理学上面 我觉得大概可以用两种理论来解释 一种就是认知行为的理论 也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而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它是缓缓相扣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正向的想法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引发正向的情绪 进而我们就会出现正向的行为 而这个正向的行为 我们是有一个目标朝着这个 目标不断前进的 所以想法情绪行为的一个互相影响性 就会连带的帮助我们 或者是说阻碍我们 如果你出现都是负相的想法 那你自然有负相的情绪 你就有负相的行为 比如说我觉得我会成功 所以我的情绪也许都是一直很高张的 我的行为也是很奋发积极的 那我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容易成功 但是如果我的想法是觉得 我不可能会成的 那我的情绪自然就是比较低落 我行为上可能很躺平 那我自然不会成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 非常有逻辑跟科学性 那除了是这个认知行为的理论以外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要讲的是自我实证 自我验证的预言 或者说自我实践的自我 就是中文要怎么翻 自我验证的预言 自我验证的预言 那么这个自我验证的预言是怎么样子的呢 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一个人他可能去算命 然后呢这个算命的说 你长大了他可能小时候 他父母带他去算命 你长大了你会当医生哦 后来他长大真的当医生了 他就觉得这个算命的很准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你如果仔细去观察他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模式 思想的模式行为的模式 你会发现当这个算命说你很容易 你以后会当医生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学生物的时候就特别认真 然后平常呢可能看电时候 他就会特别转到那个生物频道去看 人体解剖频道去看 所以等到他长大以后 他自然对这方面会产生更多的了解 以及更浓厚的兴趣 所以最后可能他选科系的时候 他就选了医学系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说自证的预言 你是自己把这个预言给让他实现跟成真的 所以心理法则也有一些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好好去利用 这两个在心理学上面说的东西 一个就是改变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就会有相应的好的情绪跟行为 或者就是我们把目标定定出来 然后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那也许我们就会去找到相关的 跟这个东西促成这个目标的很多的人也好 事也好物也好 然后最后我们就获得更多的机会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迈向我们的目标去成功 所以其实听起来心理法则是 并不是一个很未科学的东西 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 我们讲很有逻辑性的情况来去解读它的话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重点就要来了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大家现在赶快分享直播间 因为我要讲重点 然后另外也可以多跟安老师互动 因为你们多跟我互动 我们的直播间就会有推流进来 有推流就会有更多的同学可以听到今天的 就可以听到今天的内容 我的麦克风突然红起来了 我可以接麦克风 同学说声音真的很小 那你们等我一下 这样子有没有变大了 这样子OK吗 还是要再夹上面一点 这样子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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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 那就这样子 好 OK 因为为什么我比较少用麦克风 是因为常用麦克风的时候就有杂音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麦克风 它是吃波麦克风 所以它特别大声 所以有时候它就会 因为我声音真的比较小 我是天生的声音小 所以我之前用一般麦克风 然后很多人说 不够大声 不够大声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好我买个最大声的 就是吃波麦克风 对不对 你吞口水它都会听得很清楚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 它有时候太大声 它就会有杂音 你们现在听会有杂音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就继续讲 好 所以大家多跟安安老师互动 我来问一些问题好了 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人可以进来 会不会戴蓝牙耳机的麦比较好 我不知道耶 下次也可以试一下 现在没有杂音嘛 OK 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做 就是一起来回顾 或一起来使用 然后吸引力法则 一起来使用 那我们刚刚提到三个点 对不对 三个点 声音是太小了 诶 现在声音还太小吗 那我再加大声一点 好 这样子 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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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太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 带着大家 手把手的 一步一步 大家跟着做 我们怎么样子 好好的善用吸引力法则 所以我再讲一次 大家听清楚 这个吸引力法则的定义 操作型定义 朝着目标迈进 以正面的态度 在努力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吸引到 或者是 发现到 把握到更多好的 人事物 我们就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 最终达标 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 其实它有三个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点是我们要先朝着 目标迈进 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有同学说这么长记不住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分段 我们要切切段来讲 安安老师要带着你们手把手做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朝着目标迈进 所以每个同学都想一下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今天来挑一个东西来做就好了 挑一个 所以你不要说 安安老师我目标超多的 我可能有减重的目标 我有工作的目标 有财富的目标等等 或者是找到伴侣的目标 我们今天挑一个 你把你的目标写在弹幕上 你挑一个目标写下来 所以每个人想一想 你可以挑一件你想要完成的目标 然后把它打在弹幕上 有同学说换工作 有同学说健康生活 赚到养老金 健康 练好情 每个同学都打一下 然后打完在同学右边的点赞 不要忘记 持续的帮安安老师点赞 身心健康 找到好工作 身心自由 做老师 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 强壮 被够单词 减重 要有现金流 健康 好 妈妈手术成功 好 所以 大家陆陆续续都在打 那这边我们要来检视一下 月入一万 别做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检视一下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会不会其实你的目标就是本身就有卡点 什么意思叫本身就有卡点 我们的目标 其实是要符合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的 可能我们的意识上是想要A 但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可能觉得 其实A其实也有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我待在现在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点 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说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健康 但是呢 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并不那么想要健康 可能他意识很想要 因为他身体真的很不舒服 或者是有些人说我想要减重 可是也许他的潜意识里并不是那么想要减重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次他生病 老公就会很关心我 对不对 小孩也会比较听话 或者是我就可以不用去上班 我可以偷懒在家 所以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 哇好舒服喔 我其实没有很想要健康耶 这样 这是一种可能 或者是我们说的减重 对不对 比如说安安老师有说以前我很喜欢看一部纪录片 就是他就是专门去拍一些真的真的肥胖到非常严重 而且是都没有办法走路也出不了门的一些这个病人 他们每个人都说想要减肥 可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吃 可能他们去看了心理医生以后才发现 其实他们是透过吃来保护自己 因为可能他们小时候有过被这种虐待的经验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我够强壮 如果我够大只我就不会被欺负了 所以他们就透过一直吃一直吃 好像想要去让自己变得大只以后 人家就不敢欺负他 所以其他的潜意识里是想要吃的 可是也许他的意识觉得不对不对 我应该要减重 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觉得 吃可以为我带来一种心灵上的放松感觉 在吃当中我就觉得我可以忘掉我所有不开心的事 所以其实潜意识是可能觉得吃是件好事 可是意识觉得不好不好我要减重 所以你的目标就会有冲突 就会有冲突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这个你的目标是不是 是潜意识跟意识上的东西是一致的 潜意识跟意识上的东西是一致的 因为这个很会可能很会影响我们之后 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好像今天你定的目标 比如说你本来是要去 假设你要去台北 但是你定了一个目标是去高雄 就是台南就南边的地方 那你完全就会不知道要往哪里走 你最后可能走到台中去 因为一个要往台北 一个要往台南 他可能就跑到中间去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 针对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才行 不然可能会有一个现象 比如说一个人可能说 我要找到伴侣 我要找到伴侣 这个例子以前我也常说过 就是比如说在咨询室里面 他会说我想要找一个男性 作为我的伴侣 那你再问他说 那你觉得男人是怎么样的 可能这个人他以前经历过一些被渣男背叛 他就说男人就是很花心啊 就是会劈腿啊 就是很讨厌啊等等的 那你就会发现他就比较容易又找到类似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要找到一个男生 可是这个男生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就被定义 就是拥有这些特质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潜意识的力量很大 我们要能够清楚的觉察到 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 对于这个目标的设定是否一致才行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大家来思考一下 你刚刚的目标 是不是对标你的意识 大家都有这样子想要做的事 但是你的潜意识里面 想想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做了这件事可能会有什么坏处 或者是你会不会失去什么 这个可能就是潜意识他不愿意的 或者是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或你待在现在的状态里 你有什么好处 可能是你潜意识想要的 理解吗 所以想这两件事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想想看 你现在的目标 如果你达到了 有可能会失去什么吗 或者有什么坏处吗 再想想看 如果这个目标你没有达到 你待在现在状况 有可能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甜头呢 然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把它打在弹幕上 然后当你思考以后 也许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说 我要努力赚 我要赚很多钱 然后我想一下 那如果赚很多钱有什么坏处 好像没有什么坏处 可是如果我待在现在的状态 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 因为很轻松 所以我的潜意识里 可能更加轻松一点 所以那就目标是冲突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些同学可以知道了 这个卡点在哪 好我来 我来 我来 念一下 有同学说 原来我赚不到钱 是因为我怕辛苦 对啊 你看这就是很好的觉察 有没有 然后好处就是清闲 然后有人说 健康的坏处 就会让我不停更卷 只会工作 不会休息躺平 OK 然后 然后 嗯 我现在时间很自由 但就是不挣钱 所以可能 你的潜意识更想要时间自由 然后坏处 我现在的坏处就是不稳定 好处是稳定 有同学说 怕吃苦 好 凡事都有利弊 怎么知道是不是卡点 所以你现在就要去 我们现在要重新设定一下你的目标 就是这个目标必须要两边都符合的 好 比如说你就要告诉自己 假计 假设我们刚刚用减重 或者是刚刚有同学讲健康 来举例的话 那 我的目标是我想要健康 但同时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健康以后我会继续维持规律的生活习惯 好 然后我不会去 拿健康去换我的工作 然后让我因为健康而变得更卷 也就是你要说服你的潜意识 你懂吗 你要说服他 你不能让他 你现在就想像你内在有两个东西 他们要往同一个方向去 一个的力量更大 潜意识的力量更大 大家知道佛洛伊德冰山理论 冰山 我们的意识只是一小脚 但是下面的潜意识力量更大 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庞然大物 他的力量比你大很多 你要说服他 你想要做的事情 也是他可以做的 所以比如说那个健康 你就是要告诉自己 我想要有健康 而这个健康呢 是我会持续的爱护我的身体 不会把它卖给工作 然后持续保持工作 跟健康平衡的生活 然后有同 就是我刚刚说完以后 贵真子就说 Oh my god 我知道了健康 后会乱吃东西 会熬眼 所以你的潜意识 可能就透过这个方式在保护你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纪录片里面也是一样 这些心理医生在帮助患者减重的时候 那他们也会让患者知道 我可以少吃 是因为我已经有能力保护我自己 我不需要透过吃那么多东西保护我自己 所以他就说服前医师说 少吃是可以的 少吃是安全的 少吃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配合这个少吃 然后一起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同时当你更健康以后 我们好像更可以保护自己 所以你可以说服前医师 让他能够变成你的帮助 而不是扯你后腿的人 好 所以这样子明白吗 或者是我们再提一下 刚刚比如说我说到那个 他想要找一个伴侣的例子 他说我想要找一个伴侣 可是男人对我来说 在我的经验里面 男人就是花心啊 不负责任啊 渣男啊 那自然你可能之后 就会找到类似的嘛 所以现在你要设定的目标 就是我要找到一个 这个品格非常端正 然后性格非常忠诚的男人 这个才是你的目标嘛 这才是你的目标 明白了哈 好 那所以第一点我们讲的 就是你的目标要真的对标 你的目标要真的是准确的才可以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很重要哈 吸引力法则可能大家都以为 我就是这样吸 只要我的目标正确 我的态度正确 我的行动正确 我就可以把它吸过来 但其实大家要有一个 我们讲哈 就说我们要知道 我们外界的世界 其实是我们内在 内心的一个投射 我们内在想的 我们内在 自己内心呈现的状态 它可能就会投射出去 成为我们的外境 所以与其我们在寄望 我们可以吸多少东西 过来的时候 我们更要把这个目标 定成是我们要去培养自己 什么什么的能力 我们要去培养自己有什么什么的能力 比如说刚刚我讲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目标 改成我要我 就是我的目标 是我要去培养什么什么的能力的时候 那就更改变了一个心态 就是我们本来把眼光望向外界的 我们就更加的望向内在 而当我们内在的转变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外在世界也会投射出去跟着转变 这样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比我们只是focus在外界的目标 来得更有效果 举个例子 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 我想假设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个案 我想要找一个男人对不对 作为我的伴侣 但是男人都是不可靠的 于是后来呢 我知道我要让我的这个 潜意识跟意识的目标对标一致的话 我要改成我要找一个品格端正 性格忠诚的伴侣 但是如果我再改 一个阶段 我再往上升一个阶段 我从想要对外界有什么要求 转向对我自己内在的培养 就会变成是我要培养 我有识别好男人的能力 这样懂吗 我要培养 我有识别好男人 而且还可以跟他们相处 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好好相处的能力 对不对 因为有些女的可能她找到好男人 但是她每天都不太知道要怎么跟她相处 就是有可能自己的性格不是那么OK 所以也可能把这样子的人赶跑了也不一定 所以你要更更 就我们讲一个更有效的做法 是把这个目标定为 我要如何培养我自己 我要如何成长我自己 我要如何改变我自己 所以大家现在我们来打一下 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点 就是你要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那刚刚安安老师提到的一个说 潜意识里面 你要如何说服你的潜意识 然后把这个目标改一改 然后再把这个目标变成是提升内在自我的目标 不是外在的目标 那第一点的目标你会怎么重新写 把那个你们新的目标打在这个弹幕上 你们新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可能刚刚同学讲健康的就是 我要陪我要拥有能够照顾自己健康的能力 同时我要能够有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能力 这样 那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棒 因为你知道要 你的潜意识会觉得 嗯 如此可教也 你终于知道要平衡工作跟生活了 这样明白吗 就是你的目标第一个是我们向内看的 然后第二个是让潜意识觉得如此可教也 不错不错不错 嗯 OK 他反而会给你点赞的这样的目标 好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打一下 因为安安老师带着你们一步一步做 所以你们可以跟着做 那第二个是让潜意识觉得如此可教也 以上是本集节目的部分截取片段 想要听到精彩的完整内容 在你的社交软体上 关注赵万安 ANN 账号中搜寻音频福利就可以收听咯 我在那等你 快来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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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